第一课 我以前养过鸟 我以前养过花 以前不行 现在可以了 听说你要去北京了 要是你想去的话 我陪你一起去 一 老人家 这只小狗真可爱 是啊 我以前养过花 养过鸟 但是不喜欢养狗 来这儿以后 这儿的人都喜欢养狗 我也养狗了 听说在中国城市里 不能养狗是吗 以前不行 现在可以了 有的人喜欢养狗 有的人喜欢养猫 有的人喜欢养鸟 还有的人喜欢养鱼 你也喜欢养小动物 我喜欢小动物 但是不养小动物 为什么 是不是太麻烦 不是 因为我没有时间 也没有钱 我只能养我自己 二 听说 你要去北京了 对啊 公司让我去北京办点事 什么时候走 下星期三 你对北京很熟悉了吧 当然 你看这些照片 这是故宫 这是颐和园 你登过长城吗 不到长城非好汉 我怎么能不登长城呢 你还去过别的城市吗 上海 西安 成都 我都去过 可是 有一个地方 我还没去过 什么地方 你的家 欢迎你去呀 要是你想去的话 我陪你一起去 但是 你得给我买机票 第二课 他去医院了 王英还没来 别的同学都来了 现在他可能正在吃早饭 你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今天早上 我吃了几片面包 喝了一杯牛奶 课文 一 大家都来了吗 王英还没来 别的同学都来了 王英怎么了 不知道 他住学生宿舍 每天在学校餐厅吃早饭 我想 现在 他可能正在吃早饭 大概 还在睡觉呢 不可能 他肯定已经起床了 你们都错了 王英 去医院了 怎么 他病了吗 他有点 不舒服 二 医生 我肚子疼 你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没有啊 今天早上吃了什么 吃了几片面包 喝了一杯牛奶 不过 昨天晚上朋友请客 我们去了学校附近的一个饭店 我吃了很多生鱼片 可能生鱼片不太新鲜 你得吃药 还得 对不起 别着急 我还没说完呢 你得吃药 还得 对不起 厕所在哪儿 第三课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你昨天买的那张新地图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借的 课文 一 早饭吃了吗 还没有呢 哦 对了 你昨天买的那张新地图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行啊 到我房间去拿吧 怎么 你要出去 吃了早饭 我要陪我爸妈去历史博物馆 你父母亲来了 是啊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上个星期 是从法国来的吗 不是 他们先去了香港 然后去了北京 上个星期从北京坐火车来的 他们以前没来过中国吧 不 来过 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文化非常感兴趣 啊 是两位中国通 二 下课了 下课了 你去哪儿 去图书馆还书 什么书 一本美国人写的书 书名叫 《怎么跟中国人做生意》 你看过吗 听说过 没看过 这本书怎么样 很不错 你也应该看看 那你别还了 给我看一下 恐怕不行 就要过期了 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借的 上个月二十号 快一个月了 过了期会罚款吧 那当然 图书馆有规定 要是过期不还 每天罚一块钱 哇 这么厉害 那算了 你快点去还吧 第四课 今天你穿得真漂亮 今天你穿得真漂亮 她就是那个唱歌 唱得非常好听的女孩子 祝你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年轻 我呀 酒喝得越多 汉语就说得越流利 课文 一 今天你穿得真漂亮啊 我今天有外事活动 外事活动 去见中国国家主席 还是美国总统 都不是 去见我女朋友的父母亲 这是我第一次去她家 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是谁呀 你不知道 就是小张啊 小张 就是那个特别可爱 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是啊 那个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的女孩子 是啊 那个跳舞跳得特别优美的女孩子 是啊 她是你女朋友 是啊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去年 你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嗨 我太晚了 太晚了 你什么意思 二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这是我送给你的一件小礼物 你属龙 送你一条玉龙 哎呀 你太客气了 谢谢 来 咱们吃蛋糕吧 你看 蛋糕上写的是什么 这不是生日快乐四个字吗 哦 生日快乐 小张 祝你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年轻 今年二十 明年十八 今天玛丽的汉语说得特别流利 我呀 酒喝得越多 汉语就说得越流利 啊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他还想再喝一杯 好吧 来 干杯 第五课 我家乡的天气比这儿好 我家乡没有这么热 我家乡的夏天比这儿凉快多了 你家乡的天气跟这儿一样吗 那时候很少下雨 也不刮风 天气好极了 课文 一 真热 真热呀 热 你不热 还可以 今天的天气预报 你听了没有 听了 最高温度三十一度 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现在你家乡的天气怎么样 有这么热吗 比这儿更热 你家乡呢 没有这么热 我家乡的夏天比这儿凉快多了 那冬天呢 比这儿冷一点 最低温度零下八度左右 那么冷啊 不过房间里都有暖气 非常暖和 一点也不冷 二 第六课 我老家在东北 我家北边是山 南边是河 那儿一定很热闹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你家离海远吗 课文 一 你大概是北方人吧 是啊 我老家在东北 你家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在农村 我家北边是山 南边是河 那一定空气新鲜 环境优美 是个好地方 好什么呀 交通一点也不方便 你家也在农村吗 不 我家在市中心 那儿一定很热闹 是啊 我家东边西边 有很多商店 还有不少饭店 前面是马路 从早到晚车水马龙 那多好啊 好什么 吵死了 二 你家在东部还是西部 我家在西部 你家大不大 比较大 我家是一个两层小楼 还有一个地下室 小楼后面是一个车库 你家有院子吗 有 我家前面是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有很多树和花 从你家到学校远不远 还可以 我每天开车去学校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你家离海远吗 不远 我常常去海边 吃完晚饭 我就跟安娜一起去海边散步 你女朋友也喜欢去海边 女朋友 谁是我女朋友 安娜不是你的女朋友吗 不是 安娜是我的狗 第七课 我学过半年汉语 我学了六年法语了 你看 我们一个星期见几次面 每次多长时间 好 我再说一遍 课文 一 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雅克 是加拿大人 很高兴认识你 我学过半年汉语 说得不太好 你说得不错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法语专业 大学一年级学生 我叫陈静 我学了六年法语了 但是说得很不好 我听我朋友说 你普通话说得很标准 法语也说得非常流利 哪里哪里 我的法语阅读还可以 听力和口语都不太好 写作也不行 所以 我想找一位母语是法语的外国人 练习练习听力和口语 太好了 我也想练习练习 我的汉语听力和口语 你看我们一个星期见几次面 三次吧 行 每次多长时间 每次练习两个小时法语 一个小时汉语 怎么样 什么 我听得不太清楚 你是不是说 每次练习两个小时汉语 一个小时法语 那好极了 二 我们先用十分钟时间听写几个句子 每个句子我只说三遍 难不难 很容易 现在开始 第一句 我们骑自行车去 我们骑自行车去 我们不坐汽车去 什么意思 我听得不太清楚 我们骑自行车去 现在我说最后一遍 我们骑自行车去 我们不坐汽车去 太难了 自行车是什么 自行车 我们不是早就学过了吗 对不起 我忘了 那是一种食品吗 你呀 太不努力了 老师 不是我不努力 昨天晚上 我喝酒喝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还有点糊里糊涂 第八课 火车票卖完了 星期二的火车票已经卖完了 买到以后 请您给我们发一个传真 他骑得很快 右手还拿着东西 我们都摔倒了 课文 一 是雅克先生吗 对 是我 我是小黄 昨天给您打了几次电话 都没打通 您下星期二到 没有问题吧 看来不行了 要推迟到星期三 星期二的火车票已经卖完了 可是 星期三的参观活动 都已经安排好了 有些什么活动 上午参观金融贸易中心 下午去市场看看 晚上我们领导 请您吃饭 几家外贸公司的经理也参加 那么我不坐火车了 我坐飞机 我马上去买下星期二的飞机票 买到以后 请您给我们发一个传真 告诉我们您的航班 我们去接您 没问题 谢谢你 那好 就这样 再见 二 怎么回事 他撞了我 你骑车的时候 没看到他要过马路吗 我穿着雨衣 没看清楚 他骑得很快 右手还拿着东西 你过马路的时候 没看见他骑自行车过来吗 我打着雨伞 没看清楚 结果呢 我们都摔倒了 我的自行车摔坏了 我的眼镜摔破了 摔伤了没有 不知道 背上有点疼 这样吧 你陪他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检查完以后 你陪他去修自行车 可是我要去上班 我要去上课 那你们就 再见吧 第九课 现在就可以搬进去 如果你们想租的话 现在就可以搬进去 每天走上走下 太累了 这合同 我们可以带回去看看吗 麻烦您快点买来装上去 课文 三千块 三千块 太贵了 一点也不贵 你看 这套房子有两个大房间 电视机 电冰箱 洗衣机 电话 都有 还有空调 要付护 要付护金吗 付一千块护金 搬出去的时候还给你 这是合同 嗯 我们回去想想吧 明天打电话告诉您 这合同我们可以带回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明天我等你们的电话 二 这么热的天 房间里没有空调 真让人生气 是啊 太不像话了 给钱先生打个电话 看他怎么回答 是钱先生吗 是我 什么事 空调已经拆下来好几天了 修好了没有啊 对不起 还没修好 师傅说 这台空调太旧了 没办法修 那怎么办 看来只好换台新的 那就麻烦您 快点买来装上去 我一有空就去买 您什么时候有空呢 我们热死了 这个 真不好意思 这样吧 我今天下午就去 电器商店看一下 如果能买到的话 马上就让商店送过来 第十课 我恐怕听不懂 我恐怕听不懂 票买得到吗 他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来我爬不到山顶了 课文 一 今天晚上有一场京剧 咱们一起去看吧 怎么样 我恐怕听不懂 没关系 是武打戏 你听不懂 一定看得懂 演员有名吗 我说不出他们的名字 不过报纸上说 那些演员都挺有名的 票买得到吗 没问题 肯定买得到 最好是前面的座位 我眼睛不好 坐在后面 看不清楚 你放心吧 那好 咱们几点出发 京剧晚上七点开始 咱们六点一刻出发吧 半个小时赶得到吗 赶得到 咱们坐出租车去 不堵车的话 一刻钟就到了 二 我 不 不行了 看 小雨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小雨爬不动了 咱们休息休息吧 让我喝点水 到山顶还有多少路 咱们才爬了一半 还有一半 看来 我爬不到山顶了 你们上吧 我在山下等你们 你呀 平时运动得太少 不是运动得太少 是事太多 多得做不完 哪有时间运动 不是没有时间 是太懒了吧 不能只想着工作 也要注意休息 我建议 你以后每天早上 出去跑步 以后 我教你打太极拳 你们快走吧 让我在这儿 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会儿 第十一课 我把钱包忘在车上了 付钱以后 你把钱包放在哪儿了 我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你把这五百欧元送给司机了 我马上把钱包给你们送过去 课文 一 哎呀 我的钱包呢 是不是丢了 不可能呀 刚才下车的时候 是我付的钱 那时候 钱包还在 付钱以后 你把钱包放在哪儿了 糟糕 我把钱包忘在座位上了 你怎么搞的 现在怎么办 赶快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 你还记得车号吗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发票拿了吗 我想发票没用 就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钱包里有多少钱 大概五百欧元 你把这五百欧元送给司机了 二 喂 哪位 我是出租车司机 今天上午 你们坐过我的车 你们是不是把什么东西忘在车上了 对对对 我们把钱包忘在车上了 我马上把钱包给你们送过去 哎呀 太感谢您了 您是怎么发现我们的钱包的 有一位乘客看到了钱包 把它交给了我 真是一位好人 那您怎么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呢 我们把钱包里的东西拿出来一看 发现里面有一张纸 上面有你们住的宾馆的名字和地址 我打电话给宾馆 总台就把电话转到了你们房间 真是太麻烦您了 没什么 你们一定很着急吧 可不是 刚才我妈还把我骂了一顿呢 钱包里有护照和其他证件 要是丢了就麻烦了 第十二课 差点让汽车撞了一下 我差点让汽车撞了一下 自行车叫人偷走了 河里的鱼都被堵死了 路两边的树都被砍倒了 课文 一 我今天下午运气坏透了 怎么了 我一吃完午饭就去银行取钱 那很方便呀 五分钟就够了 方便什么呀 一开始就不顺 电脑坏了 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拿到钱 是吗 有这样的事 从银行出来 我又去邮局寄挂号信 路上骑车骑得太快 没注意红绿灯 差点让汽车撞了一下 你太着急了 走出邮局 发现自行车不见了 叫人偷走了 可不是 你真倒霉 二 我记得几年前我来这儿的时候 这条河污染很严重 河里的鱼都被堵死了 现在河水变清了 你看 河里又有鱼了 这些树都是一两年前栽的吧 是啊 你怎么知道 上次我来的时候 这儿正在修路 路两边的树都被砍倒了 现在政府规定 不能随便砍树 那几块草地也不错 咦 我记得那儿以前 好像是一些小饭店 卖各种小吃 那些旧房子早就拆掉了 那太可惜了 我在那儿吃过几次 味道不错 如果不拆掉那些旧房子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草地呢 课文 他们怎么没去教堂举行婚礼 入乡随俗嘛 新娘挺漂亮的 你认识吗 认识 见过几次面 她姓李 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是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听说新郎新娘是同事 对 他们俩在同一个公司工作 谈恋爱谈了一年多了 听说最后差点没谈成 是啊 小李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以后 不太同意 为什么 我知道 把女儿交给一个老外 能放心吗 有什么不放心的 是有点不放心 怕小李跟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过不惯 已经谈了一年多了 还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 小李比他大两岁 大两岁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小李属虎 玛丽属龙 我还是不明白 你学了这么长时间的汉语了 连这也不懂 老师没教过 老人说 要是一个属虎 一个属龙 以后会吵架的 岂有此理 那后来呢 见了几次面以后 他们发现 玛丽汉语说得很流利 脾气也很好 做事也非常认真 玛丽跟小李的感情 也确实非常好 所以 她母亲就不反对了 看 新郎新娘走过来了 玛丽 今天得多喝几杯啊 不行 我喝不下了 我就要喝醉了 你们俩还没喝交杯酒呢 好吧 最后一杯 来 我们一起干杯 不行 不行 这是交杯酒 你只能跟新娘喝 是吗 小雨知道怎么喝 让她教你吧 明天可以が绝 Spencer 有什么病 我需要客装 请问她 är 还有小指 我 有 sa 我 要